妈妈使用30年不败的厨房秘籍衣,煮排骨汤时加一小匙醋,可使骨头中的磷,该溶解于汤中,并可保存汤中的维生素,而放入几块新鲜橘皮,不仅味道鲜美,还可减少油腻感。 二,为了使牛肉炖得快,炖得烂,加一小撮茶叶运味泡一壶茶的量,用纱布包好同煮,肉很快就烂且味道鲜美。 三,将绿豆在铁锅中炒10分钟再煮能很快煮烂,但注意不要炒焦。 四,要因料调味,新鲜的鸡、鱼、虾和蔬菜等,其本身具。 有特殊鲜味,调味不硬过量,以免掩盖天然的鲜美滋味。 青山气味较重的原料,如不鲜的鱼、虾、牛羊肉及内股类,调味适应着亮多加些。 取新解密的调味品,猪如料酒、醋、糖、葱、蒜等,以便减饿味增鲜味。 五,除了挑选好食材,更要选择优质调料。 如果原料好而调料不佳或调料投放不当,都将影响菜肴风味。 优质调料还有一个含义,就是风至什么地方的菜肴,应当用该地的食材,这样才能使菜肴风味足距。 比如水煮肉,就要用四川皮线的豆瓣酱和汉原的花椒做出来的味道就非常正宗。 当然,条件有限的话,也没必要一定难胃自己。 六,和鱼有苦腥味。 煮鱼前,把鱼放在米酒中或牛奶中浸泡片刻,也可以用红葡萄酒或啤酒淹一下,就能消除腥味。 等调料,既能调味,又能解腥。 七,煎盒包蛋时,在平底锅放足油,油微热食蛋下锅,鸡蛋慢慢变熟,外观美,不黏锅,在蛋黄即将凝固之际交一点冷开水,会使蛋黄又黄又嫩。 八,炒鸡蛋前加入少量砂糖,会使蛋白质变性的凝固温度上升,从而延缓了加热时间,加上砂。 八,糖具有饱水性,因而可使蛋制品变得蓬,柔软,此外加入几滴醋,炒出的鸡蛋会更加,软味香。 九,煮蛋时水,加点醋可防蛋可裂开,事先加点盐也可。 十,炒马铃薯时加醋,可避免烧焦,又可分解马铃薯中的毒素,并使色味相逼。 但如果是炸马铃薯片,则先将切好的马铃薯片放在水,煮一会儿。 使马铃薯片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胶质层,然后再用油炸。 十一,煮水饺食,在水,放一颗大葱或在水开后加点盐,再放饺子,饺子味道。 煎铭不粘粘,在和面食,每500克粉加拌一个鸡蛋,饺子皮挺阔不粘粘。 十二,男人下韭菜爱吃的花生米用油炸熟,剩入盘中,趁热撒上。 少许白酒,烧凉后再撒上少许食盐,放置几天几夜都酥脆如粗。 十三,煮,调食加一小汤匙石油,面条不会粘粘,立刻防止面汤起泡沫,一出锅外。 油在锅中加少许食盐,煮出的面条不易烂糊。 十四,煮猪肚时,千万不能先放盐,等煮熟后吃时再放盐,否则猪肚会缩得像牛筋一样硬。 十五,老鸡,老鸭用蒙火煮,肉硬不好吃,如果先用凉水盒。 少许食醋泡上两小时,再用微火炖,肉就会变得香嫩可口。 十六,炒茄子时,在锅,放点醋,炒出的茄子的,色不会变黑。 十七,炒肉时放盐过早姜熟得慢,一再姜熟时加盐,在出锅前再加上几滴醋,肉质会神奇地变得鲜嫩可口。 十八,无论做什么糖醋菜肴,只要按二份糖一份醋的比例调配,是最佳甜酸度。 此外,应先放糖,后放盐,否则食盐的脱水作用汇醋浸菜肴中蛋白质凝固而吃不紧糖分,造成外甜。 十九,做馒头时,如果在发面,油浸一小块猪油,蒸出来的馒头不仅洁白,松软,而且味香。 十,将少量冥凡和食盐放入清水中,把切开的生红薯浸入十几分钟,洗净后蒸煮,可防止或减轻腹脏。 二十一,放有辣椒的菜菜辣食或炒辣椒食加点醋,辣味大减,放入一只鸡蛋同炒也能达到同样效果。 二十二,汤太腻,将少量紫菜在火上烤一下,然后撒入汤中。 二十三,当锅内温度达到最高时加入料酒,逼食酒蒸发而去除食物中的腥味。 二十四,菜籽油有一股异味,可把油烧热后投入适量生,蒜,葱,冰香,陈皮同炸片刻,油即可变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